那學委的看法呢 其實柯文哲當然 因為他最近爭議很多嘛 所以他就這個打帶跑啊 反正我就把這個別的議題 然後打一打 然後去轉移這個焦點 再打一打轉這個焦點 可是他在做這件事情的同時 坦白說他還有一個效用 就是把這個侯友宜試圖要邊緣化 甚至在這個郭台銘 現在要宣佈獨立參選之前 他怎麼先把郭台銘這個聲勢壓下去了 那你怎麼看這個柯文哲 最近這樣的一個戰術 當然最新民調出來之後 除了剛這個益川老師特別提到 這個侯友宜竟然在30到39歲 這個中壯年這個年齡層 他的支持度只有個位數 而且你看一些整個民調上來看 如果在撒卡都情況下 不算這個郭台銘的話 侯友宜已經拿到七成多的 藍茵的這個支持度了 那接下來他還能夠怎麼成長 他的這個票源 所以你怎麼看現在整體的狀況 那能夠成長的話 接下來就是靠你的議題取向 你要怎麼打議題嘛 其實柯文哲這次打這個前瞻計畫 我覺得他打的是對的 我告訴你前瞻八千八百多億對不對 你跟他的肥瘤才1.9億而已 要怎麼比 我說一句比較少要怎麼比 而且隨便你那個前瞻計畫 已經執行到現在第三期了 執行下來之後 你如果把他細部攤開來 這就是國民黨後續接力的東西嘛 對不對 像我們剛才講的前鎮漁港 前鎮漁港不是在於說 像蘇貞昌說的說 吃米不知道米家吃魚不知道魚要建漁港 不是問題不是在這裡啦 是一開始的時候 高雄市 他是給你拖多少 拖三千萬而已 我說一九六八年前 這漁港開始開港以來 到目前為止整個設備都很落後嘛 我們的遠洋漁業 我們最強的遠洋漁隊嘛 船隊嘛對不對 可是我們沒有個像樣的漁港 那可是接下來好了 這個開始要三千萬來開始修這個漁港 對不對 他後來是什麼 開始增加變成13億 後來蘇貞昌又去了變成59億 到今年的一月份的時候 那個什麼蘇貞昌剛才拍板定案 你要錢嗎 整支給你81億 為什麼可以從三千萬到81億 而且裡面有五大建設項目嘛 對不對 這五大建設項目 很多網友就找出來 他舉什麼 他舉西班牙的一個全世界最大的遠洋漁港 對不對 他的面積是什麼 台灣那個前鎮漁港168倍大 對不對 這麼大的漁港 你知道他們整建修的花多少錢 花100億台幣 對不對 大你100多倍 168倍的漁港 我整個整修的話 完全的那個建設設施差不多一樣 可是我只花100億 你這個81億要怎麼花 所以大家就覺得說 你錢到底會不會放假 對不對 你錢什麼在亂講 從三千萬暴增到81億 除了這個之外 其實現在他們開始也開始找 有一條路叫平鵝公路有沒有 我們如果從高雄到那個墾丁有沒有 這個平鵝公路速度很有名 你知道嗎 這個平鵝公路現在是變成什麼 最貴的公路你知道嗎 為什麼是最貴公路 他們本來講說我今天本來 平鵝公路他們的要求就是說 你就給我一條快速道路嘛對不對 那個讓我可以去高雄 時間可以縮短很多 可是你知道他們後來 蓋到之後變成這樣 變成國境之南的最美公路 所有的電線桿全部都地下化 電線電纜全部地下化 而且還要開始種花 種那個什麼屏東仙丹 我還不知道那是什麼花 種那些花之後 他就告訴你說 我這個打造這個東西 人家就講說你電線電纜 有必要地下化嗎 台電也差出來講 我那個電線電纜 電線桿地下化的話 是在都會區人口稠密的地方 我才會把這裡刷在樓下 你在平鵝公路 那這幾層樓而已 對不對 你搞這麼多的錢幹什麼 而且你知道嗎 種那個花有沒有 他是在夏天種 夏天大家也知道 你夏天種 種的花比較糟 金木就不換嘛 而且更誇張的是 你種下去之後 竟然發生了很多交通意外啊 為什麼你那個花長不起來 不夠大 你那個分隔島根本沒有辦法 那個讓人家阻擋 那個對方的那個車道視線 所以就跟你講說 現在國賠 那個案件好幾百件 所以接下來我就跟你講說 這個很多人是不是看到這個冰島 所以就跟你講說 你今天把這個錢單計畫 很多的內向 細項細部規劃 全部拿出來之後 當然可以打啦 對不對 好啦 那我們再講民調好了 民調現在民調看起來 侯友宜二十一點零 所以跟那個柯文哲差不多 對在誤差範圍之內 其實這個也不用太高興啦 說清楚 跟賴心哲差十幾趴 不管你第二名第三名第四名 反正你就是落選的 第三位好像講你就選不上啊 對啦你就是落選的嘛 逼第二名 問題是現在國民黨為什麼急於 讓侯友宜回到老二你知道嗎 至少我老二我才可以號召嘛 可以把你這麼酷回來啊對不對 比較容易歸對啦 對啊 你說那個民調那個 new talk那個民調有沒有 我是覺得這個民調很好笑啦 你郭台銘現在是是第三名對不對 還贏侯友宜對不對 那個偉航剛才是講說 你給他拚對不對 當然是拚啊 對不對拚拚 你四腳趾的時候就保送賴清德嘛 大家都知道的事情對不對 當然嘛 那個朱立倫講說國民黨的最新 內參民調有沒有 偉航剛才的解釋說是滾動式的嘛 哪一天突然滾一個出來說 已經贏柯文哲了 不是啊我要解釋一下 這個朱立倫可能講太快了 他少講了幾個字啊 他說國民黨最新 有內參民調什麼 有些縣市啊 有些縣市內參民調 這差太多了吧 所以很多人都在質疑說 朱立倫要不要把民調拿出來嘛 難怪邱毅講說朱立倫講說眼神閃爍 明顯說謊 說不說謊沒關係 他故意就是把有些縣市那幾個字拿掉嘛 那這個為什麼會這樣講 真的是在紀律士氣啊對不對 他現在是反兵了 按哪郭台銘呢對不對 郭台銘剛才偉航講說他8月 我昨天也講到嘛 8月8號對不對 8月23號良辰即日嘛 9月13號 我是覺得不可能啦 剛剛9月13號那個什麼 連署截止日的時候 你不可能到那個時候 你還要出來 還要中選會的表格 現在很多各地已經開始在丟那個 連署表人啦 連署輸了 那沒準算 中選會的那個表格才算數 可是你到那個時候 他說鄉鄉那天再宣佈 你還要連署百萬份 還沒付錢了嘛 對不對 所以就跟你講說你可能 八月八號八月23號 如果沒有的話就沒有了 對不對 所以你也不用期望說 郭台銘 只是說他心裡很招對不對 他到底我是覺得說 你看到這個民調 你就被招起來 你就像真的想獨立參選的話 那我覺得你也太容易那個嘛 最主要齁 我其實規矩到那個什麼 追究到最原始的原因 就是郭台銘的心魔 心魔 我早就好久以前我就講 應該我來給你開示一下 因為那個心魔貪春吃這三個 真的是毒害太深 對不對 你如果真的要撩下去 說真的 你撩下去之後 你想也知道嗎 你如果看清楚一點 這些民調從以前四腳都知道 你等於保送賴清德 那你口口聲聲講的黨魂 講的什麼下架民進黨 不然都說假的 對不對 所以人家就會覺得說 你講這個實在是沒有用